古天乐和萱萱这一对的飞玩,在娱乐圈里可谓是已经穿了十几年了,这对世界CP组合今年均已迈入了五十大关,两人的CP粉们,也都是看在眼里及在心里。 萱萱和古天乐都是香港娱乐圈非常有名气的演员,该拿的奖项该闯的事业,如今也已经实现的差不多了。 但是,两人都是一副视频要将单身保持到底的样子,真是让人捉急。 三月三十日,某短视频平台一名打着古天乐后援团的名号,自称是古仔的后援团的用户,公布了一段宣宣与古天乐互动的视频,并在内容中标注,他们都五十岁了,你未婚未嫁,今天终于修成正果了。 最新消息,他们在潜水湾二次住在一起了,还有人拍到他们一起去买菜了,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,给他们点赞。 随后更是在另一个视频中大爆猛料,这两人会在疫情结束后,与香港举行婚礼。 视频发出之后,获得了大量用户的点赞,不少网友,也是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了真诚的祝福。 看得出来,网友们真的很希望萱萱和古天乐,这对世纪CAP可以修成正果。 去年年底,古天乐和萱萱破底18年再次合作,领先主演犯罪旋一片犯罪现场,古天乐和萱萱更是在电影中饰演一对相互救赎的情人。 之后更是有不少电影现场花式曝光,两人的默契和亲密程度一如既往,看得CAP粉们更是激动不已。 随后有消息爆出,古天乐与萱萱会在2019年底完婚,一度在网上掀起了一件古萱VP回忆杀,对于这一对,网友们可以说是无不期待,无不祝福的。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,去年古天乐经纪人出面澄清了谣言,称两人这是好朋友的关系。 古萱VP美梦成真的愿马破灭,真是令人大失所望。 如今又有消息称两人已经同聚,果不其然再次聊起了网友们对这对CAP的期望。 但是总观爆料的两段视频,通篇都没有人。 和实际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古天乐和萱萱非比群场的关系。 看来这一次,又是CAP粉们的自导自演罢了。 古天乐和萱萱都是大众眼中得一双新的好演员,不过既然本尊都已经澄清过谣言,网友们还是不要再乱点鸳鸯谱了。 古天乐和萱萱,或许真的没有做情人的缘犯,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,一定是永恒不变的。